你也认为女人比男人好色度吗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从动物的属性来讲 男人最原始的本能就是交配 所以他只要找到了交配的对象就可以了 但是女人天生就是会挑的 他是具备审美的 发现没有 所有长得好看的都是公的 狮子好看是公的 猫好看也是公的 哪怕孔雀开屏 它也是公的 对吧 在动物的世界里 永远都是雄性 取决于雌性 它必须让自己看起来 非常的有魅力 非常的有味道 然后才会得到这些雌性的青睐 然后才会愿意跟他们去接触 雌性对于雄性 是具体天生的这种审美的 所以男人拥有整洁的外表 和独特的男人味 本身就会自带魅力 兄弟们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命呀 女人年龄越大 越好色 越喜欢身上有好门味道的男人 很多男人抱们 他们本来呢 是很给力的 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呢 总是留恋的 经常爱在被窝里面放屁 而且他靠近你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闻到他嘴巴里面的口臭味的 有以上情况的出现啊 请他来告诉你们一个实用的小方法 这个呢 就是北京同仁堂的一款 蒲公英菊花吉米紫茶 里面有菊花 蒲公英 吉米紫 甘草 狗旗 鸡皮 枝子 牛罐根 吃你左下方的小方车呢 点开以后 那是好门如草啊 每一包里面呢 有三十小袋 我们每天呢 取出来一只两袋 用开水 充泡五分钟 就可以直接喝了 喝上十天左右 你会感觉很好 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 现在很多大哥都回来回购了 你也会回来感谢我的 现在厂家还有活动 买二送一 到手呢 就是三大宝 买三送二 到手呢 就是五大宝啊 有需要的家人 可以买回去试一试 男人们 需要给对方更多的耐心和时间 才能够让双方满意 所以男人们 如果你们有这种困扰的 赶紧给自己安排起来啊 希望呢 我可以帮助到你 相信身上香香的 还有魅力的男人 女人真的是很难拒绝的啊 点击视频左上方的小黄车 快快给自己拍两单 带回家